所以有的地方,你會看到有些地方叫Create object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特別小心,後面的話實際上 意思就是說把那個外部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物件拿來實體化 OK,也就是說後面實際上它有點類似像一個DL 然後可能這個DL是在那個我們電腦裡面,所以你會發現電腦裡面有很多的DL 那個東西的話實際上那個英文的名稱叫Dynamic 這個什麼 這個Link Library 意思就是動態連結的一個函式庫 那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裡面有很多的函式庫其實就裡面有很多的function 很多的函數你可以拿來使用 但有些是公開,有些是不公開的 那如果說假設你知道那個函式庫怎麼使用 它裡面有哪些方法,有哪些屬性我們可以用 那你就可以解決某些問題 例如像這邊這個Library 這個Library裡面的話實際上 它裡面有open方法 有沒有,然後後面可能要知道要傳哪些參數給它 所以至於要傳哪些參數給它的話,你可能要再知道 或者你可以在 Excel 裡面可以查詢的到的話 或者是說在它官網上面有提供的話 那我只要給它對的參數 它就會給我對的結果 比如像這個open是方法 然後呢 san也是個方法 OK 所以其實 知道它有哪些方法可以用 然後呢 有哪些屬性可以用 那我們就可以 達到我們要的一個結果 比如像剛剛有同學提到 就是說 如果要把外部的檔案讀進來的話 當然你要想說 有哪些是內建的方法可以拿來用 例如我要讀取的是一個 Jackson檔 那Jackson檔實際上它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文字檔 不過呢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點 其實因為Excel本身是一個表格 一個失算表 所以如果你要讀的是檔案的話 基本上 對它先天的設計 當然是 比較 它沒考慮到這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讀檔的話 其實也不行 不是不可以 但是就是說 你可能它就沒有提供一個方便 比較相對方便的功能 OK 另外一點 如果你要開檔的話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 開外部的文字檔 讀進來的話 它預設的話是Big 5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是Jackson的話 預設大部分都UTF8 所以你讀檔也會遇到一個問題 OK 所以呢 像剛剛這個地方 假如說呢 我們從網路上讀取 相對還是 可能還 比那個讀檔來的更簡單一些些 所以也許 檔案讀取部分 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 像剛剛同學問到那個問題 其實主要就是 改這個地方 只要開檔之後 丟給它 OK 主要是 這個地方 就是 把那個檔案 的部分 改成讀檔就OK 至於怎麼寫 可能再想想看吧 OK 那再來的話呢 底下 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就是 除了用 這個 剛剛的方法 就是用那個人家寫好的模組 然後把它放進來之外 另外的話呢 其實它內部還有一個物件 OK 這個物件的話 在那個 裝生的 那個部落格裡面 其實第四個他也提到了 那實際上主要呢 這個 那個 方法 其實你會發現前面的程式碼都一樣 比如說清除資料啦 然後連線到那個 網站上面去抓資料 其實都一樣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是第1個 你不需要抓任何的 這個 模組 像剛剛那個什麼 Jazzon Campbell 那個不需要再賄賂了 也不需要貼上 但是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東西 你底下其實有一個 Create object 其實也就是用這個object 叫做htmlfile 所以呢 html顧名思義嘛 它就是把它當網頁 有沒有 這個物件理論上 看它的表面的意思 應該可以理解 它就是主要是針對那個 html 就網頁 檔案 處理 而來的 所以呢 我們把它實體化 也就是有點像掛進來來用 然後呢 讓它產生一個物件 的實體 就是 比如說這個名稱 object 這個html 那它裡面有哪一些方法可以用呢 基本上 它主要呢 可以 利用它 去找到它的副成 那副成的話呢 其實就是 利用這個物件 找到 它的副成有一個叫Windows的一個 物件 那這個物件裡面 其實最最最最最主要的方法 其實就是什麼 去exe就是執行 執行script 意思就是說呢 我們可以把 就是 讀取到的那個json的 這個資料 前面呢 再加上一個敘述 什麼敘述呢 這個var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宣告 宣告一個物件名稱 叫做json 後面等於的話呢 比如我讀回來 是中瓜胡 等於那個中瓜胡開頭 裡面就放一個一個的大瓜胡 裡面就放字典好了 然後逗典 第一個 第2個第3個 然後尾巴再是中瓜胡結束 把它串在這 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把讀取到的那個東西 把它怎麼樣 把它丟到這個物件裡面 應該是整個 跟正一下 應該是把整個 整個檔案裡面的東西 就是把這個東西 從頭到尾 通通都丟進來 應該是從大瓜胡 一直到尾巴大瓜胡 反正有點像 Ctrl A C的意思 通通都幫我把它丟到 這個物件裡面 所以將來這個物件 裡面所得到的東西 應該是 就是 這個 Jason裡面的東西 就是整個啦 OK 這個Jason的檔案 所有的都放進來 但是接下來 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 如果說我只是要取什麼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我只要取得的是 它這個裡面總共有這麼多 這麼多key 裡面的其中一個key 叫做recourse 如果我只要取得這一個的話 其他不要喔 OK所以這個地方有點像這個物件 所以這個 這棵樹裡面 如果要下一階 我要再找到它底下一階的話 有一個叫recourse的 這個 子物件 可以把它當子物件 裡面的所有的東西 通通幫我讀進來的話 那我要怎麼寫這個呢 其實基本上 底下的話 如果你想要取得 底下的子物件的話 那有個敘述方法 這個物件後面再加個點 點recourse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地方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說 我可以抓到 這一整 把這個節省先放一個物件 然後如果我要取得 它這個底下 下一階哪一個key的話 那我只要加上 點recourse recourse 給它這個名稱 它就只會抓到這個了 有點像是 我們就不需要這麻煩 用 上面那個方法 還要去找他recourse後面的中刮鬍 跟他尾巴的後刮鬍 那麼麻煩 OK所以相對的話 用這個方法 當然是 最 簡便的啦 OK 然後呢 回圈範圍的話 當然從第二 後面要加1 主要是 原因是因為 我剛剛提過啦 它的編號一定從0開始 從0開始 總數的話呢 這個lex指的是它總共有幾個的意思 所以呢 如果說我這個回傳回來的這個lex 應該是這個數字 78 OK 所以呢 我們算了一下啦 基本上這個數量可能最後會有少 所以我就把它加2啦 而且我是從 第二列開始 第一個B開了嘛 所以少一個 就把它一定要加 不然的話 總數一定是不正確的 那還有就是說呢 中國阿湖裡面的這邊-2啦 -2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我剛剛有提到 它的編號從0開始 OK 所以如果你要抓到正確的位置的話 一定要 去做一個 這個加減 如果你是 從第1列開始 那就-1 如果你是從第2列開始 那就要-2 這個地方可能 也是要特別小心的 就看你是 從哪一列開始 那這個當然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麼不一樣 沒辦法 Java它是 編號從0開始 可是 Excel它就是從1開始 那你說哪一種方法 比較 好呢 其實當然也沒有一定 OK 每一個 這個 程式工具 它設計有它的理念 但是啦 一般習慣上來看 編號 基本上從1開始 會比較好 比較好理解吧 因為如果你從0開始 有的時候你最後數量 就會不正確 比如說你最後的數量 假如說是77好了 那你總數還要再加1才會正確的 所以常常這個加1-1 蠻頭痛的 有沒有 如果Record總共78個 但是編號是從0開始 所以最後編到77 那總total的話是78 但是一般人其實就會覺得很麻煩啊 為什麼你乾脆從1開始 最後顯示到78不就好了嗎 這樣就不會有加1-1的問題 可是沒辦法 這個Java就是會有這種 設計的 這個 這個 它的原理原則不太一樣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相對的把 它後面的key 透過 所以它讀到之後的話呢 我們 就會把最後的東西 放在這個物件裡面 然後逐一逐一的把他的key給 讀取進來 放在我們指定的欄裡面 所以分別放A到E欄 OK 所以 基本上的話 後面只要再放在他的key的名稱 所以我們就 其實幾個方法啦 你就是用 我的習慣還是用這個 Jsoneditor 然後分別把這個key 總共5個 或者你用複製貼的方式 把它再貼到這個程式的後面 5個然後一個一個的讀取 那最後呢 欄寬自動調整 那你會發現 這樣的話呢 很快 一樣就可以把 這個資料 給全部讀取過來了 看一下這個 這邊 OK就這一段 把它執行一下 那很快其實資料就會 順利的讀取 沒什麼問題 那當然三種方法啦 其實反正都很快 可以讀 沒什麼差 主要差別 就在於說你的版本是新的還是舊的 如果你是舊版 那第一個方法當然就行不通了 那如果你是舊版 那你只能用 第2跟第3個方法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畫面 再停止共用一下 OK 試一下 第三個方法 那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我一樣有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你們可以找到在雲端白板上面的48頁的地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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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